大家好,我叫拱花江,来自新疆阿拉尔十二团 是一名农资介绍商 然后我是2018年接触的颗粒水溶肥 是从网上接触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颗粒水溶肥当时比较新颖 因为没有听说过这种肥料,颗粒类的水溶肥 然后就是它这个颗粒水溶肥 你看后面这个桃树 这是今年使用的颗粒水溶肥 首先一个表现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 就上色上得非常好 颜色非常鲜艳 然后第二点,桃子甜度非常好 第三点,就是这个树式整体现在是后期了 树式看上去比较壮实 然后我觉得这个颗粒水溶肥还是很有发展潜力 因为跟传统肥料相比 颗粒水溶肥它的优点是用起来方便 它的施肥方法 基本上就是农户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 它是因为全水溶的 它又可以积石,又可以撒石,又可以充实,又可以滴灌 用的方法比较多 首先用的颗粒水溶肥跟传统肥料相比 这个果实的口感啊 然后前期的硬度 然后保鲜期都要比常规肥料时间要长 再一个就是 这个产品好吃了 到了市场也好卖 好卖了最后才能有一个好的收获嘛 好,大家好 这里是阿朗市十二团二连 这是棉花地 然后我右手边这片地它使用常规肥料的 然后我的左手边这块地使用的是颗粒水溶肥 大家现在从这个棉花的叶片上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 使用常规肥料的这个棉花地 它现在叶片发红 红净 然后这个红叶净窟 然后我们说就是早摔了这个棉田 但是用过颗粒水溶肥的棉田呢 现在青枝绿叶 最后可以达到一个青枝绿叶土白蓄的效果 就是棉花的最好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颗粒水溶肥在我们新疆这边使用还是蛮好的 我接下来会继续推广颗粒水溶肥